字幕志祭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羅sir羅振邦博士 是《智財投資學會》的課程中監 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一下一個行指的走勢 ATMS一些科技股適合撈底尾呢? 亦會講一下美國十年期的債息走勢方向 亦會講一些美股、道指上升的目標區是多少呢? 這個話題我們當然會講一下 未講之前先和大家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有些新班會開課 其中一個叫做股票投資縮程班 這個班來說是特別少少的 一個混合模式的售貨 包括有網上直播和錄影 分為有基礎編和選股編 基礎編這部份來說 屬於單去學習都可以的 這裏就以錄影的片段給大家看 一個月裏面可以任你自己編排的時間去收看 有四課 第一課講到股票入門的必修編 第二課就是股票入門的必修編的下半部 第三課就是講一下三十張圖 如何看升跌股的特徵 而第四課就是講到股市格鬥 一個十二招式日運用 一些策略的運用 這四課加起來的長度 不少於四百八十分鐘 可以大家在一個方便的時間裏面慢慢觀看 另外一部份就是選股技巧編 這裏來說是用一個雙直播模式學習 因為有時有些發問的空間 裏面會講到用價值選股的方法 分開一些好股、劣股 以及會分開四十八個板塊 大家將來方便設計一些組合 亦都有些黃牌指標去分析一些股票 當中有一個所謂的比較形式股票的選擇 有九格羅股選股的方法 亦都有系統讓大家建立的組合 有些網站都會介紹到一些DIY股票的方法 新經濟股、舊經濟股 以及一些北水外股的 如何看流出、流入的資金 或者大市方面轉世的 有甚麼的先兆呢? 以及大利市畫面如何看內容呢? 這些以上話題都會講及到的 亦都有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 假如股市單日內急跌一星點 我們應該有甚麼做呢? 有甚麼做的背後是如何做的風險管理 這些話題都比較實用性 最快開班是3月18日 星期四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課程是晚上上課的 留意一下 今天來說是2021年3月12日 今天恆子的收市價是28740點 跌了646點 28740點 跌了646點 你說現在恆子的走勢會怎樣的變化呢? 我們先看看最近今天的變化 今天的走勢來說 可以形容的狀況是高開低收的 我們說這個走勢屬於怎樣的形容呢? 我們形容一個叫酸頭破腳 酸頭破腳 為甚麼叫酸頭破腳? 因為高開低收 開市價是高於昨天的高位 而收市價是低於昨天的低位 你想想 高開低收 穿頭破腳 走勢是好還是不好呢? 是不好的 與其走勢的機會是有回落的 這就是陰陽軸裡面 一些圖形的形容 一個分析的方向 好了 這裡就看單一支的陰軸 我們看看整個變化的一個組合 這個形態是甚麼形態 是甚麼組合呢? 我們看看這裡 當中來說 現在這個走勢的框是近期的走勢 一個高的位置 屬於一個高位 我們有一個形容的走勢 這裡我們就叫做最高的 就叫做頭 這邊左邊我們叫做一個左肩 右邊這裡你看到低位的反彈 這裡形成一個右肩 所以整個形式 一個走勢 我們可以叫做一個頭肩頂的狀況 頭肩頂 頭是最高的 左肩和右肩是會低於頭的 當中來說 我們會再加一條線去看 一個甚麼線呢? 我們叫做項線 我們將頭和左肩的低點 頭和右肩的低點 兩個低點連上去 我們這樣連上去 留意一下 這裡 我們叫這條線 是一個甚麼線呢? 叫做項線 項線 一旦它的價格 如果准一步再跌破項線 走勢就更加負面 所以現在的項線來說 是我們短暫一個支持位 所以你說走勢回落 去到多少? 這個項線就發揮到作用 好了 這個項線現在支持位多少? 是28,323點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支持位 如果支持位 如果進一步跌破 下個位是多少? 如果支持位也跌破 下個位是多少? 我們要看得遠一點 我們將圖移進去 我們看內容方面 看遠一點 我們要多加一條線 所以我們拿這個高位 和這個高位連上去 兩個連上去 這裡形成一條走勢線 這裡 這裡是另一個支持位 下一個支持位多少? 就是27,276 27,276 就是這個支持位 所以我們接下來走勢 有兩個關鍵點要留意到 就是接下來行指的 28,323點 和另一個 27,276點 這個要留意一下 那你說個別股票怎樣看呢? 好 我們看看一些 ATMS的科技股 好 第一隻 9988 9988 阿里巴巴 今天收市價 226元 好了 我們看走勢方面 你看到 現在這個是一個加權平均線 來的 留意一下 這個紅色是十天加權平均線 藍色來說 是二天加權平均線 現在來說 一個下跌的趨勢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形容走勢是下跌的 一個趨勢是回落的 你說要搏反彈 那什麼時候搏呢? 我們可以看到指標 現在這個就是加權二度平均線 我們再加多指標 這個叫做MACD MACD 好 MACD的走勢 你留意到 這個紅色這條 這個就是整個大方向 是牛市還是熊市 你見到現在來說 這個紅色是低於零的樓下 這條線 我們叫做熊市 好 鼠狀圖這些 這個的鼠狀圖來說 你發覺是零的樓下 如果慢慢慢慢地 可以步入到一個零的樓上 我們就叫一個 熊市的反彈 所以大家如果留意到 阿里巴巴以什麼時候的機會 可以留下來搏反彈 留意到 當這個鼠狀圖 去到零的樓下 變到零的樓上 我們形容到這裡 是幾個反彈 所以暫時來說 你想搏反彈 未是一個合適時間 除非這個鼠狀圖 是有機會去到零的樓上 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叫做MACD的走勢圖 這個屬於是好用的 即是說9988 阿里巴巴未暫時見到 一個搏反彈的機會 另一個 騰訊是怎樣 我們看看騰訊的狀況 這就是騰訊的走勢圖 今天收市價650元5毫 留意回 走勢來說 見到加權平均線 都是一個跌市的階段 一個下跌的衰失 有反彈沒有 樹狀圖 這個MACD的樹狀圖 都還在零的樓下 未到零的樓上 即是未有一個反彈空間 所以暫時騰訊都還未合適 博一個反彈 另一隻 3690 這是美團 今天收市價333元 整體的趨勢 還是向下走 即是跌勢 還未了 MACD的樹狀圖 這個部分 到零的樓上尾 都還未 暫時來說 都還未值得作 一個薄反彈的買入樹 好了 小米 1810 小米今天收市價22.75元 22.75元 走勢都是一個跌勢的 加權平均線 紅色這條是10天加權 藍色這條是20天加權 都是一個跌勢的 已經有反彈空間沒有 留意到MACD的樹狀圖 都還在零的樓下 還未到零的樓上 即是暫時來說 都未合適博一個反彈 所以大家留意到 如果你說看這些股票 是博反彈沒有 其實可以留意一下 MACD這個走勢圖 是有幫助的 暫時 ATMS這四隻科技股 都是一個下跌的衰勢 未到一個反彈空間 美國走勢如何 你看看這道路 這道路是美國的國債 十年期的國債 國資息率 現在來說 是1.6%左右 現在走勢方向來說 是怎樣變化呢 留意到 它的整體衰勢來說 都是往上走緊的 即是說現在來說 美國十年期的長債 的資息率 都是往上走緊的 即是說 對於股市來說 其實都有壓力 所以這個指標來說 要留意的 這是美國十年期的國債 走勢知識圖 你說美股方面走勢如何 美股的狀況 我們看看道指狀況 道指的走勢圖 這是道指走勢圖 道歧斯工業指數的走勢圖 你說現在走勢方面 這是日線圖 一條的陰陽足 代表一天 現在來說 美股的狀況 短線的日線圖 是往上的 10天的加權平均線 是高於20天加權平均線的 10天加權移動平均線 高於20天的加權移動平均線 記住 加權平均線 WMA的效果好用些 中線又如何 我們中線進入周線圖 一條包代表一個星期 整體上的周線圖 順勢來說 都是10星期的平均線 高於20星期的加權平均線 亦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就是中期的走勢 如果看到長線差一點 我們看一個狀況 是看一個什麼圖 一個叫做 月線圖 月線圖 一條的陰陽足 代表一個月 這裏來說 都是10個月的加權平均線 高於20個月 這裏來說都是往上緊的 所以我們說 在美股方面 道指 其實短線 中線和長線來說 走勢暫時來說 都是往上 一個上升的趨勢 這是比較樂觀的 你說樂觀得來 美國道指方面 接下來的目標是多少呢 如果你想推測美國的道指 上升目標是多少呢 其實單用這些 阻力位去推算是難些的 所以現在來說 我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另一個方法 怎樣做呢 我先畫線給大家看看 先畫線給大家看看 好了 我現在就將兩個低位 這兩個道指的低位 好 先連過去 這樣 這裏連過去 好 留意一下 好 然後再推高一點 好了 這裏來說 形成了一個什麼狀況呢 我們叫做一個上升通道 即是道指的上升通道 好了 這個上升通道來說 剛剛你看到 是昨晚突破了的 剛剛昨晚突破了的 我們怎樣看一個目標呢 我們說接下來 道指的上升目標有多少呢 我們形容這個上升通道 那個距離 那個幅度 就是等於上升的空間 好了 留意一下 這兩條線是平衡的 這個狀況來說 距離是多少 兩條線 這個距離來說 大概是1725點 1725點 我們就用這個突破位 這個突破位 剛剛昨天的比股突破 我們將這裏 抹回1725點 下個目標是多少 就是34117點 34117 所以你說要推算美國的道指 下個目標是多少 我們試用這個上升通道 那個通道的一個距離 就以我們的突破點做一個mark up 目標就是34117點 這是一個可以用的三巧方法 所以留意一下 以美股向上去到多少 留意一下這個目標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內容 喜歡 記得訂閱 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我們最快的資訊 譬如有影片 上載的 你會最快收得到 還有如果喜歡的 給我們一個like 你的like 是對我們有一個鼓勵的 或者和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有好東西要介紹給朋友觀看 謝謝